正所謂遊客有QPON 買東西更加瘋狂 後面的三匹立港商場中心地帶是百貨公司 如果在百貨公司買東西 有這堆QPON 便有好處 問題是在哪裏拿呢? 很簡單 在百貨公司的顧客服務部便可以找到 打開QPON 看看 大家看看 真的有很多好處 於是大家來購買這堆QPON 其實這間百貨公司 久不久都會有些優惠 有時優惠比那些QPON 不過有時有,有時沒有 既然是這樣 關正都不用錢就先拿了 先拿著,行身也好 大家喜歡去日本買東西 佳因可以退稅 其實泰國買東西也有得退稅 兼且在百貨公司買 還有優惠給你 舉例在這裏買東西 滿一萬匹有300匹的QPON 兩萬匹有700匹的QPON 這些QPON有限時就一個月 於是乎有QPON可以繼續買繼續減 各位 看見到嗎? 五折 貨品五折 不用用QPON也有五折 其實這間百貨公司 產品會否超便宜 老實說百貨公司的東西 很少會說超地道草根 不過這裏勝在又不至於超離地 尤其是這一層 所賣的 有很多都是本地時裝設計師的女裝 於是乎女士們都可以來看看選擇 而且遇上有折扣就很棒 其實今時今日依然不明白 這個San Paragon 究竟是甚麼東西 它是一個商場 我知道在裏面有Pada KUJI LOV 那麼貴 怎會在這裏買 是這樣的 它的外面範圍是這些名店 但中心地帶是百貨公司 所以百貨公司剛才看到 M4主要賣化妝品香水 而上一層樓主要賣女裝 再上一層樓的這一層 主要賣運動用品和男裝 很多不同的男裝都可以來找到 兼且經常的Discount 再上樓上就是一些女士的內衣 甚至是一些Baby用品 Baby時裝 文具精品都有 可以說應有盡有 這個為之百貨公司 不斷繞一繞一繞 看看運動用品部 各個品牌的運動鞋 時裝這裏都有 有時更便宜到五折 不過有時 有時不是五折 有時不斷繞一繞 都會有些Discount 這裏的貨品會否超新呢 一點點 有些貨品在香港我都未見過 你笑在香港吧 胡先生 這也是 女士內衣就不介紹了 知不知為何不介紹呢 未穿過怎麼介紹呢 我又沒有買過怎麼介紹呢 但這些嬰兒用品呢 我久不久都替我嫂嫂 去賣 姑媽兼嫂嫂 其實泰國曼谷大多數 商場巴伯公司裏面 都有這些嬰兒小朋友用品 由小朋友喝的奶瓶 各樣 至到這些時裝都有 甚至那邊 有些小朋友時裝的品牌 一些甘衛名牌的品牌 原來都有出一些小朋友的衣服 於是大家要買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選擇在這裡買 價錢方面 小朋友是心肝寶貝 說什麼價錢 貴貴的都要買給他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據我的泰國朋友所說 這裡所買的童裝 價錢都算是合理的 同一層更加有玩具 各式的玩具精品都有 時間關係就不拍那麼多給大家了 大家自己來看 不過相信見到這些公仔 這些品牌 大家一定會很開心 斜裏面的Line Village 已經收拾了 所以如果要買這些公仔 只能在這裡找到它 甚至乎 來自馬來西亞的這些藝術品 哇 是不是很漂亮呢 去年我真的在馬來西亞 搬了一個Batman回來 價錢 在泰國都可以買了 所以 其實這間白國公司 也有便宜的 百多二百匹的東西 小玩具 小飾物 都可以走得到 不至於 下下超離地 白國公司四樓部分 主要是家庭用品 電器電視 除非都是居態廣人 否則的話 你不會搬一部洗衣機回去 反而在這一層樓 有些值得介紹的 就是這些床單皮鋪 床上用品 泰國百貨公司 零零碩碩有個位置 是賣這些產品 這些產品 有一部份泰國製造 都OK 價錢相移 Quality 很重要 只要一套買回去 有攬枕套 枕頭套 床單套 皮鋪套 有時還包上皮鋪 相當無限溫暖 挺正的 最重要 經常有Discount 這些枕頭真是看見都舒服 買回去 放在床上 如果沒有床上床 其實四樓更加一個部分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但其實大家必須要知道 很想知道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的泰字 擺明是賣一些泰國出品的東西 舉例 這些籃 大家有籃用了 甚至乎 大家經常都想知道的 一些大象袋 這裡都可以找到 雖然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 但我現在在這裡 就告訴大家 這裡有 這些大象袋 款式多 創意無限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找得到 咦 這些熟口熟臉 是呀 香港見過你 但有些款式香港沒有 就像這些 怎樣用的呢 很簡單 放入微波爐的釘兩東西 然後用來用 不是用來吃 消除疲勞 哪裡累就敷哪裡 都挺有效的 甚至乎這些 充滿泰式風情的 杯杯碟碟 你可能未必會買來用 但買來送禮 你的朋友看到一定會 滿意 你們全部都是來泰國製造的 不要說銅臭 真的很有味道 很有宮廷的味道 平民化一點 可以買這些 這些又是 松禮致鳳 都可以 這些擺設又夠正 不一定去窄到窄 來這裡都可以找得到 除了用品之外 衣服袋都有 這些都是泰國製造 泰國設計的 一次過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找到 你們 充滿鄉下情懷的 適合現代人 也適合小朋友 還有 高級一點 好像這些豬二繩 不是 是首飾 胡先生 問問一下好不好 泰式設計的首飾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不要說我不貴不介紹 除了首飾之外 還有這些支出 或者是這個 是不是很有泰感覺呢 都可以在這裡找得到 便宜地 做手信 送給不太熟的朋友 夠好 這裡 我相信 就算你來過散巴勒坊 很多很多次 你都未必會知道 有這個地區的存在 你看 這些 具有紮染成分 還有 北部色彩的衣裳 就可以在這裡找得到 你來過這個商座 很多很多次 可能你都完全不知道 有它的存在 藍莊也有 這次是否可以洗底 San Paragon 一路給別人的印象 就是 哇 貴東西 名牌 但你不會想到 原來裡面的百貨公司 都有這些 簡為貼地的東西賣 還要是泰國設計 泰國製造 這些想法來自 北部山區的少數民族 是不是很有創意呢 看看這些 取材寺 當然是農年 這些衣服 這些衣服 也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另外更加值得留意 就是在這個牆之中 有齊全泰國所有SPA品牌的產品 例如Divenna Eugen 又或者Buff & Bomb Eherb 鹹等等 全部一次過 可以在這裡找到 但是你要哪一隻香氛 哪一隻蠟燭 哪一隻木浴露 在這裡一次過聞飽 去哪一隻 就買哪一隻 在這裡就全部都齊了 當然 有些小品牌 在閘道閘道裡面才有 這個當然沒有 但是有些較為大的品牌 就可以在這裡找到 於是在這裡 一次過可以感受 整個泰國的香味 和感受 哇 很大隻鴨腿 可能會說 窄到窄就有 還很便宜 窄到窄就有 但是每個星期才有得吃 還有說說環境 熱的程度和這個都不同 這個價錢 鴨腿湯米麵都好 一百五十匹 我覺得都可以的 而且最重要是乾淨 好就叫一碗吃才行 湯米真夠濃 真是真好吃 其實在這個食材裡面 都很多東西吃 封建又人 但是有時候 我都真的很不明白 可不可介紹一些東西 都會說 哇 這個很貴 但是本地人都不勤聘 為什麼外國人會來勤聘 很奇怪 你看到很多本地人來光顧 當然 譬如說 哪裏哪裏的食材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但是 你好地走到這裏 走到金皮力 拿著一秋二兩 為什麼不在這裏吃 要專門去那裏 因為那裏便宜20匹 便宜成這樣 辛苦到這樣 我就不會了 但是當然 每個人的 洗錢的模式是不同 可能會覺得 省得一元一元 胡生一元 即可 那是對的 我這輛兒子 如果我只是說 我寧願用錢買的時間 舉例就是 在這裏 在商場 百貨公司 買東西 買到金皮力盡 在這裏坐下 不知道多少 吃完便離開 還專門搭出另一個場嗎 是不是 不說就吃吧 最後要提醒大家 在百貨公司商場下 有一個超市 裡面很多東西賣 之外 買東西滿了3000匹 便可以免費幫你 劈箱 不需要撿屁 兼送到酒店 當然也可能有人說 這裏是貴的 也是那句 本地人都不覺得 這裏是貴的 為何由後會覺得 這裏是貴的 真是很奇怪 也是那句 有時某些產品 在某個超市 便宜一點 但某時 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便宜一點 況且 你不會買一噸 所以最重要是就手 記得買一碗3000匹 幫你劈箱 兼送到酒店 好